胡尔克之前因商驱习了连赛守龙一棒上海生花的比赛 不过他的伤并不严重 越冠守龙地川崎 胡尔克首发担任球队队长 在上半场的比赛里 胡尔克有一次绝交的反击机会 奥斯卡拿球后 找到了胡尔克 后者奔跑中停球 竟然没有将球停好 出现了失误 直接将球送给了对手 本赛季 不少球迷都发现胡尔克的身体有些发浮 他的个人爆发力已经不会明远了 但在今天的比赛中 尤其是下半场 胡尔克依然连法阻挡 第八十一分钟 川崎前锋的角球进攻被晃解 全场反抢没有影响下来 胡尔克远走对力推进 坦克起诉 入手中往追就是追不上 面对对手的四名防守球员 胡尔克一力奔袭后 强行为切杀越进区 然后在三名球员的交击下 胡尔克根本不减肃 仍是左右角色球 最后靠过防守球员 为阳能顺后来了一脚 得脚动射 可惜最终不能将郑成龙用腿挡下 实际上 胡尔克在地理十分钟就有进球的机会 当时奥斯卡开出绿色小球 尔克三投球高门 直动球能后点 胡尔克飞升强点 皮球击中了左侧立柱 与此同时 自己也是站在了门队上 不过在地87分钟 上岗赢得点球 胡尔克终于等来赛季守球 此时胡尔克正跑后 左脚推射球能左向脚得手 上岗就此一 勇取胜 有拉勇气的长途奔袭 有强点尊重 有最后时刻的点球绝杀 胡尔克无疑是今晚的最高球员